基本上因為我們的時間 其實是比烏克蘭當地 還要早6個小時 所以對於烏克蘭當地來說 他們現在已經 戰勢進入到了第5天 沒錯吧 好 這個更多的最新戰況 我們接下來就要把時間交給真榮 好 這一節旋游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關心的 俄烏大戰現在要即將進入了第5天 那麼烏克蘭軍方表示說 經過激烈的作戰之後 他們奪回了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這個就是當地的畫面 真的是炮聲熔熔 當地有成千上萬的居民 就在這個雙方撥火的時候 躲在地下室跟避難所 要躲這些槍聲 炮聲 不絕餘耳的漫漫長夜 更有居民描述說 這個炮擊聲就像是頭頂上 就有星際大戰這樣子 好 當地的緊急服務部門 也表示說有一棟九層樓高的 住宅大樓被炮彈擊中 有一名老富人因此死亡 那麼現在烏克蘭的國家通訊社 也表示說 俄軍還在附近炸毀了 一條天然氣管線 而現在外界都在期待說 俄屋之間能不能夠好好坐下來 會談真的是戰爭 還要打多久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28號就證實說 他願意跟俄羅斯來會談 而兩國將會在當地時間 週一選在白俄來舉行這場會談 但是澤倫斯基也說 他目前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對於這場會談 到底能不能夠有一個結果 那CNN現在也提供說 烏克蘭的哈爾科夫當地的軍隊 跟俄軍擊戰畫面 烏克蘭軍方是宣稱說 逮捕了多名的俄軍 而另外在首都的基辅 市郊有俄軍的軍車遭破壞畫面 澤倫斯基說他要和平 俄羅斯不要指望他們會投降 而不過就在烏克蘭點頭表示說 願意來跟俄羅斯會談 白俄居然有動作了 突然是朝烏克蘭發射多枚的飛彈 而還集中了北部的一座機場 而現在俄軍入侵烏克蘭 烏軍其實就很堅持要守住首都基辅 希望基辅至少不要淪陷 那麼基辅市長克里清科 他入院的時候接受媒體採訪 向俄羅斯人趕快滾回家 還說希望這一夜會是平安的夜晚 但你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烏克蘭人民展現團結抗敵決心 現在全國上下不分男女全民皆兵 而現在烏克蘭有酒廠也宣布停止釀酒了 因為戰爭都來了你還喝什麼酒嗎 所以他們改生產的是汽油彈工人民 拿來抵禦俄軍 而這個平身上頭的酒標 還貼上了普丁 而且是一個酷手版的 全裸坐在王位上 旁邊還寫著普丁是個白痴 這個來向俄軍嗆聲 現在就連台灣網友也說 很想要收藏一罐 好 不過現在因應俄武戰事 歐盟的職委會主席范德萊恩 他27號的時候就表示說 歐盟將破天荒的 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這也是歐盟史上第一次進行這樣的行動 他表示說這個舉動 象徵了一個分水嶺的時刻 而范德萊恩他更是宣布 一系列對於俄羅斯跟白痴的新制裁 包括了關閉所有向俄羅斯飛行的 這個歐盟的領空 還會制裁俄羅斯的國營媒體 像是俄羅斯通訊社 還有金日俄羅斯等 第一次 當然了對於現在西方嚴厲的制裁 普丁也是有所反擊的 他在27號發表電視演說的時候指控說 西方現在所有的動作都是非法制裁 而且他還下令讓國防首長 讓俄羅斯的核子核組部隊進入高度警戒 難道是想要提升為核戰嗎 當然全球的領袖現在就警告了 尤其是英國首相強身警告說 普丁的這一步棋 恐怕是會分散外界對於烏克蘭 實際狀況的主意 強森表示 其實俄軍現在承認說自己有傷亡 而他認為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就是普丁災難性的錯誤冒險 而正如西方一開始就不斷說的 這場戰爭對俄羅斯自己 也沒有什麼好處 而強森還進一步透露 他認為普丁至今的行為 都沒有釋出任何的誠意 另外強森他挺烏克蘭 也在推特同步發影片 以烏克蘭說 烏克蘭語說了兩次 榮耀歸屬烏克蘭 並指出戰爭對於俄烏兩國 都是場悲劇 而現在西方國家對俄羅斯 祭出嚴厲的經濟制裁之後 其實俄羅斯民眾就很恐慌了 銀行大牌長龍出現了擠兌潮 尤其是在俄羅斯銀行 被剔除在Swift系統之後 各銀行前面滿滿人潮 大家都想要趕快領錢 民眾趕快想要企圖取出現金 另外俄羅斯國內有44個城市 舉行了反戰的示威 警方則是大規模的鎮壓 而根據被捕人數的團體表示說 大約有900位的俄羅斯示威者 遭到警方給逮捕 那麼俄羅斯在西方的制裁之下 已經面臨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如果持續下去 等於說是全國的人民都得要付出代價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我已經想要好 你